再來關心政治焦點人物 最近因為萊豬議題 國民黨躍躍欲試準備發動 罷免同意開放進口的萊偉 而基金黨立委陳柏惟也名列當中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就騎單車環島 拼萊豬公投聯署 上路來到大甲鎮蘭宮 還大酸陳柏惟跟王浩宇有87% 而陳柏惟則是反問說 自己有哪裡做的不好嗎 甚至還PO臉書反批 羅志強想要蹭聲量 雙方隔空開槍 埋頭填資料 民眾响應反萊豬公投聯署 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到台中大甲正藍宮宣傳 還幾乎要割萊尾 而中部被點名的立委就是他 我們做的哪裡不夠好 那當然我就接受民意的檢驗 但如果只是情緒上的 我想這個應該是沒有道理 台中市民有多少的比例 反對萊豬還不正當嗎 自己不先反省檢討自己 什麼叫正當理由 罷免別人都叫正當理由 罷免到你就不叫正當理由 雖然兩人不同區 一個是立委 一個是議員 但隔空對話雙方都沒在客氣 他就是一個功能性的角色 他就是負責所謂的空戰 做議題 秤聲量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的工作 他在市議會幹嘛 我還真的不知道 陳柏惟跟王浩宇 兩個可以說是非常的相似 我說有87%的相像 陳柏惟也可以說是王浩宇的2.0 陳柏惟天天在臉書上和水民互動 也時常跑基層 但爭議可不少 像是去年質詢時提出希望港人來台當兵 還有中國可能透過挖沙攻台 但這說法被國防部駁斥 以及國民黨在立法院杯葛萊豬時 陳柏惟說要一個人打35個欄尾 桃惟市議員王浩宇被罷免後 藍營要台中市民站出來 跟3Q說拜拜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好